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指數下跌 那幅度不是很大 那到底這個盤有沒有機會再攻呢 我們待會慢慢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先看今天的盤 指數找盤開低震盪走低 那目前是跌了差不多70幾點左右 那跌下來之後呢 量級說目前預估到收盤 大概應該不到2300 那這一波整個台北股市 你可以發現到 台股從低檔漲上來 它速度很快 有沒有 那這一段的走勢裡面 差不多漲了700多點 漲700多點 今天跌個大概70點 應該算還好啦 但重點是到目前為止 台股還是不脫離8月份以來的盤整區 對不對 現在的重點是已經來到高點了 還是說這個盤還有機會再往上攻 好 各位 其實這個盤是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就有跟各位講 我說 我預計下坡的攻擊時間點 11月中就大概在下個禮拜 就在下個禮拜 那我在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點 你先不用急 因為漲了一段起來之後呢 它整理是必要的 你從美股裡面來看嘛 一樣嘛 我這個原因不是跟大家講說 來到半年線應該會整理一下 它沒有急著攻啊 是不是 你看高科技股也是一樣啊 就在半年線附近走震盪嘛 廢半呢 昨天盤中還看到半年線 結果也是開高走低 是不是 全部都走震盪嘛 因為美股到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要去挑戰季線的話 就來到前波的套牢區了啦 所以短線這地方稍微走整理 我覺得是合理 重點是 它到底有沒有機會繼續再攻嘛 我們現在從美股本身的架構來看 這一波整個美股 連續幾天的上漲 把台北股市往上帶嘛 對不對 那當美股開始出現走整理的時候 你現在去看什麼 其他國際股市怎麼走 如果說你美股呢 這邊稍微走震盪 漲多之後整理 那結果國際股市一直破線 又在窗破斷低點 我跟你講喔 這個架構就不對了 可是呢 如果我們去看其他股市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啊 美股漲多走整理 德國沒有跌喔 有沒有 德國股市反而還要去挑戰什麼 季線了嘛 因為它是落後的嘛 對不對 法國巴黎指數呢 也是一樣嘛 它沒有跌啊 它反而這地方呢 還要去準備挑戰季線嘛 是不是 好 亞洲股市裡面呢 你注意看喔 日進指數也沒有大跌啊 它這一波也算強的啊 是不是 沒有說美股跌它破線 然後要跌下來 沒有 中國股市呢 中國股市呢 也是一樣嘛 現在維持在月線附近嘛 它也沒有讓你看到破線嘛 南安股市就比較奇怪 因為它也沒有破線啊 但是呢 它前面這一天啊 因為進空令的關係嘛 我說你人為去控制 其實對盤勢只是多加干擾而已啦 所以南安股市漲個5%之後呢 結果這個禮拜都漲不上去啊 可是到現在為止 它也沒破線啊 是吧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啊 這裡就高點到了 這裡要大點 你要先看國際股市本身的架構 目前沒有這個結構啦 但重點是美股有沒有機會繼續再供嘛 好 我們就仔細看啦 我一直跟大家講 股市漲跌都有理論依據 這個理論依據是在國際金融 在國際金融 看盤的 就是盤勢的看法 不是說每天用喊 或每天什麼漲停盤都是你的 台北股市之前跌下來 創破端低點 每個老師都大賺 我就跟你說 你要相信到什麼時候 這哪一堆會員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那邊死套活套 套到現在為止每天大賺 我是建議你啊 有的時候稍微去找一下 有本質 就說稍微有一個理論依據的老師 會對你比較有幫助啦 那美股怎麼看 我們看 昨天美股為什麼會跌 專報的講話 報有陰風陣陣 也就是說 他目前對於整個升息這個動作 他並沒有鬆口說不升 他還是認為說 後面要看進去數據 搞不好還會升息對不對 再加上 顏準會理事長 什麼叫做鮑曼的 他也釋出音訊 音派的訊息 他認為還是要升息 因為要把什麼通膨回到2%的目標 所以昨天美股會出現下跌 他最主要的原因 就現在到底你12月不升息這個動作 市場還有疑慮 不過整個市場那個統計 其實幾乎都認為12月不會升息 可是美股跌 所以當這個時間點 聯準會主席沒有鬆口 說不升息 所以10年期公債殖利率昨天漲2.9% 他收貸多少 4.62% 前低最近有破 4.52%有破 對不對 然後呢 最高在5% 那你現在也沒有上去 也還沒有上去 沒錯吧 好那各位你去看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7月份的時候 我跟你說這個牌你一定要保守 全上每個老師都叫你做多 每天買啊 每天買每天買每天買 只要一漲都跟你講要公萬八公萬八 結果台股又撞波段低一點 所以那種言論會讓你什麼 股票會套一堆 我說句實話台股最近漲了700多頂 你一堆人不是在等幾套 但是我們的做法不一樣啊 我說該多該控 我們會分得很清楚啊 當初你注意看嘛 那時候整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啊 從7月份開始 他就一路往上漲 有沒有 當你公債殖利率一路往上漲 是不是造就整個美國股市 就從7月份開始一路跌啊 對不對 你現在呢 公債殖利率呢 他沒有再持續往上漲 而且目前看起來 過前高的機率不大 好待會我再跟他講 所以當整個公債殖利率一漲 美元是不是從7月份開始一路漲 是吧 啊到現在為止呢 美元就維持區間嘛 所以台股為什麼會談 國際股這問題為什麼會談 因為這都是這些指數啊 這些國際金融他沒有再創新高啊 當然你問我說啊老師那到現在為止 公債殖利率會不會再繼續走高 會不會讓美股又有壓力 好各位 這兩天我就跟他講齁 我就說嘛 接下來這個盤你要看什麼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你下個禮拜要公佈CPI啊 如果說你通膨繼續再往上飆 那不用講了 那這個盤還有的震盪啊 真的要是這樣 你12月還要升級還有的震盪 但是呢目前我就說嘛 你從油價的均價來看嘛 9月份的時候油價均價在92.4啊 10月份的時候呢油價均價在88嘛 啊你最近油價又跌下來啊 所以呢從這整個角度裡面來看 我認為 你說通膨這地方要持續再大幅增溫 我說機率不大啦 機率不大啦 就算聯準會主席他們因為 可能要有一個比較保守的動作 或許呢12月會不會有 我是認為不會升級啦 好如果說他真的讓你看到又在升級 我認為這應該最後一次 如果他是最後一次的話 啊你公在殖利率就不可能一路往上飆嘛 是不是 就是維持在一個高檔震盪 如果最後一次搞不好還會再下底 所以這對股市都是有利的啊 那尤其到了下個禮拜的時候呢 我今天測標起啊 下週還有機會再攻啊 原因在哪裡 你注意看喔 剛剛我們說嘛 你現在美元啊 他沒有再繼續走高啊 是不是 下個禮拜11月14號嘛 公佈CPI嘛 你試想喔 下個禮拜三就期貨結算了 那如果說我們就從集貨結算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喔 整個外置空單到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他是空單是創差不多一兩年來新高嘛 結果他現在整個空單啊 全部回補現在變為多單啊 到昨天是5085口啊 你會說啊這個口數不多 我說一下這個多單的口數真的還是不多啦 可是呢他最起碼 創7月份以來的新高啊 是不是 你現在整個期貨 部位 多單是5000多口沒有很多 但問題是 最近不管是自營商或者是外資啊 他選擇權的多單都已經來到15000多口 所以你也仔細看喔 現在除了自營商目前可能還有2000多口的 期貨的空單之外 今天整個選擇權都是維持在多單嘛 所以我們現在回想來看啊 除非那下個禮拜三讓你看到什麼 哇 通膨大增溫 我說那個今天應該不大啦 因為油價沒漲嘛 所以咧 14號公佈CPI之後 15號的期貨結算 還是有拉高的機會啊 通膨大增溫 通膨大增溫 所以現在這個盤到這個時間 給它走震盪 給它走整理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啊 沒有什麼不好啊 好 那再來 7月17號開始 我們就跟它講嘛 這盤是片線嘛 對不對 11月初的時候我們就跟它講啊 這個盤 11月它會讓你看到什麼 主體先洗手嘛 然後呢 這個盤的操作 你要等待低階機會嘛 那時候在我們那個LINEX 11月2號 我們也說啊 從7月份我們這邊看空嘛 然後呢到了11月份我就說啊 10年期公債殖利率破4.52 或者是呢 美元呢破105.3嘛 啊這都是屬於什麼 對股市有利的方向嘛 對不對 好 那我那時候我也跟它講啊 我說 11月14號公佈CPI啊 啊全球股市會不會扭轉為 空為多 關鍵就在11月中 你看這些東西講法我們都沒有變 好 我不會跟你變來變去啊 那所有的多空都跟國際金融有關 所以呢 高點到我一定會叫你賣 那低檔到呢 我一定會帶你去買 那目前以這種盤式裡面來看 我說一下漲了700多點 其實對很多同學來而言 看到指數沒有跌 可能會稍微喘一點 喘一口氣啦 但問題你也沒有辦法喘太多氣啊 為什麼 因為個股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讓你看到指紋的績效嘛 你注意看 9月底我跟他講啊 10月有三大風險 通膨國際股市跟融資斷頭 對不對 通膨我們解釋過了嘛 下禮拜公佈CPI嘛 照理說你通膨要大阿針 機率不大 所以我認為12月份 應該是不是升息的機率比較高 那你現在國際股市也談起來啦 是吧 那目前為什麼很多股票它動不起來 跟融資斷頭有關 什麼意思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最近這個盤 我就跟他講說 這地方你先佈局 先低階 你不用急著去追啦 我跟你講你追追 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你看最近的盤式 你看 最近的盤都讓你看到什麼 漲上去的股票你追看看嘛 是不是 像今天啊 你看看起來強勢啊 就一開盤幾乎就快打到跌停板了 你這怎麼買 結果去追買的不就線套10%嗎 你看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喔 哇看起來強勢啊 結果建議打下來 都打到跌停板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盤都這樣子啊 有些股票也是這樣啊 漲上去之後呢 你去追看看嘛 哇轉強了轉強了 起漲起漲 一打下來線套 是不是 那這種狀況呢 你會發現到 連AI也是一樣 你看齁 AI最近有些個股有談啊 這波談比較多的像威盛嘛 有沒有 漲上來之後你看啊 隔壁有個高點 你不賣 就打下來了 那最後有什麼用 第一天的時候先談威盛嘛 第二天的時候呢 先談什麼 先談見準啊 是不是 結果到現在為止就走震盪啊 昨天的時候呢 再談什麼 前兩天再談什麼 談偽創啊 你看融資大增嘛 到現在為止就這樣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跟他說嘛 7月份以來 一堆老師都在跟你喊 漲什麼就喊什麼啦 真的漲什麼大家都有 怎麼那麼厲害 我跟他講過啊 那漲停板你也有 那創新高的股票你也有 反正每天漲什麼你都有 我說你比股神都還要來得強啊 巴菲特都沒有你這個能力啊 當老師 我說當什麼老師 去廟裡給人家拜就好啦 不是這樣嗎 結果你到底有沒有賺 你想想看哦 台股談了700多點 有些個股到現在為止啊 跌升反彈 跌升反彈 跌升彈 都合理啊 可是呢你之前買在高點的 到現在為止 你不還在等解套嗎 對啊你還在等解套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從高點跌下來到現在為止 全部都還在等解套 啊如果說你之前啊看到一堆老師跟你喊AI 結果你拼命去追的 你現在幾套支路還很長啊 你看融資都沒有減啊 昨天這些個股還讓你看到窗破端低點 啊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因為什麼 你現在整個個股的籌碼面太亂 當它過亂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這種盤 盤在漲 看到那些個股就漲不上去 這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台北股市跟國際股市相比 我就說嘛 之前南韓股市都跌大段下來 結果你台北股市呢都還在撐嘛 撐到現在為止你看融資還在高檔啊 所以我說目前這種盤是 那個個股的籌碼面 它沒有很穩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這地方你給它走震盪 稍微去洗個籌碼 它反而是好事了 所以有些個股高位階的股票 它已經開始在做資金移轉 啊這資金移轉呢 最主要是為了什麼 12月的坐上行情做準備啊 所以你要了解說 那個到底資金要轉到哪裡去啊 所以我這兩天就跟它講啊 這種是屬於震盪洗籌碼 有些個股籌碼太亂 我跟你講還要等喔 好 那個擴底時間還會再拖廠 它必須要用擴底的方式 讓市場覺得 哎 那個股票好像漲不上來 然後呢 用擴底的方式 把你的耐心全部洗掉 那個融資才會開始減啊 那如果說遇到這種股票 你就會很麻煩啊 所以我說啊 這個時間點 11月低階嘛 等到12月收割啊 12月一定有行情 一定有行情 因為法人要做帳啊 那你最近看到很多高檔股票 跌下來的原因在哪 我最近跟他講嘛 你叫那些高檔股票撐到12月底 幹嘛那麼麻煩啊 要先賣一賣嘛 對不對 反正這也是算績效啊 賣一賣之後再準備去佈局低檔的股票啊 所以呢 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是依照這樣的模式去做操作 好 怎麼做我們來看 個股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過 你現在看到每個老師每天都是漲停板 然後那個最強的股票全部都是他的 真的啊 台北股市跌下來 每天都是這樣子跟你搞 我說這樣子搞的原因在哪裡 等到盤起來他會跟你講他買最低點 真的啊 他會跟你講說他買最低點 那前面套得怎麼辦 把他忘記就好了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 我說我不跟你玩這一招啦 我是要讓我們的會員真的賺錢 但是你要怎麼樣讓會員真的賺錢 同樣的啊 如果你要去參加一個老師 有些老師都會員都已經套翻天 我說就是你要去參加你就去參加 我也不要說去擋別人財路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很多老師每天拿那個漲停板的股票出來跟你講 他會怎麼做 會員組別分個六七組以上 然後每天都跟你講說 我一組只有五檔股票 結果所有全部的會員買了三十幾檔 他這樣子跟你搞 我問你啊 什麼時候輪到你 對啊 真的什麼時候輪到你 你老是買了個二三十檔股票啊 每天要亂槍打鳥啊 右掌就拿出來講 沒掌就算了 假裝不見嘛 對不對 問題是你的股票不能不見啊 兼賠錢全部都是你在承擔啊 那對你有什麼幫助 所以你盡量去參加一個老師 你必須要看啊 第一個他到底有什麼理論依據嘛 每天都在買 每天都在買 每天買 到底買的都要擋股票 如果你組別一堆的話 你買個二三十檔股票 那這樣怎麼做 那乾脆我自己拆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說我不玩這一招 我們的會員組別只有三組 從我盡頭顧到現在為止 最基本的就三組 把資金分為大中小 大中小 所以我們的組別在三組的裡面 我們依照個股的那個價位 比如說有些高價股 你叫普通會員買 他買個一張兩張他沒錢啊 對不對 所以我資金呢 就把它分為大中小 我們只有三組 那這個禮拜以來 我們三組會員都只先買一檔股票 我預計啦 下個禮拜要在攻擊之前 我要再繼續買股票 所以先不用急啊 比方說你資金比較大的 我們在禮拜三的時候呢 我有建議你去買犀利 那時候323附近買 那今天整個犀利的股價 就衝高了 快挑戰到全高了 這種比較低檔型的個股呢 我們低接 你懂我意思啊 你不用去亂槍打鳥 你不用去買一堆啊 真的啊 你買一堆呢 你要是如果買一堆 你為什麼不自己做 每天追漲停 你為什麼不自己做 他沒有比你厲害到哪裡去啊 從7月份盤跌下來 每天都是大賺啊 結果呢你都在賠啊 我不知道你要被騙到什麼時候啊 要煮別分一堆啦 我們不這麼玩啊 資金比較大的 我們去買犀利嘛 這兩天都衝上來 前幾天我也跟各位講啊 有低檔的時候我去買精彩嘛 對不對 這類型的個股也是一樣啊 最近也開始往上了 下禮拜再攻的話 這邊震盪一下 還有機會再衝高喔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都在低接啊 我沒有說漲上去我叫你去追啊 再來 你資金小的呢 我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啊 買一檔股票 還在底部 而且他本益比只有五倍啊 那這類型呢 法人都在低接的時候 我說你就跟著先買一下 買一下 像今天盤跌的時候呢 他已經快創近期的新高了 所以有些個股你就先低接 把你的成本壓低 而且以這種震盪盤局裡面來看 你不用一下買太多啊 我給你買一堆 你有什麼意義 就要亂槍打鳥嘛 如果我們都在亂槍打鳥 你乾脆自己射飛鏢就好了 所以呢 下個禮拜在攻擊之前 我還會再加碼個股出來 我們就這樣穩穩當當的做 好 這在個股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我就說嘛 我們就做一下區間嘛 賺一下價差嘛 這兩天我們從高點 有高點我們就空啦 到時候有低點我會買回來啦 有高點空這樣子呢 一個價差就有70點嘛 10月7號也是一樣啊 高點空流昌 隔天這樣就50點了 10月6號也是一樣啊 高點空完之後呢 隔天 這樣不就100點嗎 有沒有 你看看之前10月份也是一樣啊 高點空一當沖 這樣就100點了 10月份也是一樣嘛 高點空完之後跌下來 這樣不就150點嗎 你看看 高點空嘛 油昌 隔天這樣就95點了 這也是一樣啊 高點空完之後呢 這樣就100點了 所以我們就穩穩當當這樣做啊 不是當沖 要不然我們就隔日沖 我們不會跟你去凹單啦 所以我說 因為 錢都是你的 但是呢 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去找到一個老師 能夠真的把你的錢當錢看 不是說每天叫你買買一堆 然後套牢的都不算 然後呢 每天跟你講買到最低點 現在每天又是大賺 同樣 要會選老師啊 好如果你不是選錯老師的話 我說就要對你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好不好 下個禮拜 公佈CPI指數 有機會再供一次 下個禮拜我們會加股票 如果說你現在股票套牢的 那現在要怎麼去解套 能不能解套 要怎麼樣用個股解套 這地方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我們有一個搶救資金大作戰的計畫 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來電諮詢 好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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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來到現場 指數漲了700點之後 最近這幾天稍微有點震盪 我說這是合理的 我預計下個禮拜公佈CPI 再搭配整個期貨的結算 指數還有機會再拉高 所以現在的操作策略就是 11月低階 我們等到12月收割 這個地方持股也不用一下買太多 我預計下個禮拜公集前 我們還會增加個股 所以如果來到這個時間點 你不知道怎麼去選股票 不知道怎麼去做操作的 不管個股或期貨 你認同我們的操作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搶救資金大作戰的計劃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 拜拜 本投股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再次的一集 我們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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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禮拜